好 这是已经蛮生气的 你会去告他 不会啦 这种事情 不才汉密很严重 事实上就没有 所以把它澄清就好了 他今天又笑你的小编 说什么小看搭 他每天都揪着你 骂的主要理由是因为 他要去讲讲完安的蓝银票 对对对 是吗 对 当然 其实这个战略很清楚 他们现在两个就是 以在比赛打我去取得他们的票 然后再过一阵子 他们就两个要互打 去抢互相的票 这是一定的 这次三角度一定是这样 现在就一定 一定会够打一些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你也知道发展是这样 那可是为什么他们要集中 在疫苗这件事情上面 从这个疫苗的封存 这个文件的封存 到什么BA5买不到 那赵超康打这个没打起来 因为我记得李平医师接受我的访问说 什么次世代有次世代就打BA5去的 美国刚刚通过动物实验 然后美方的FDA还特别的通过EUA 对不对 这个王必胜一打枪就结束了 结果这一波就出现了所谓的BNT 实际基金会购买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呢 有人认为 就是他们认为 TVBS里面的民调 我有百分之五十二应该是这个数字 不喜欢这个陈时中部长这个候选人 那我主持的放言所做的民调里面 我们为了要交叉分析气宝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题目 叫做你最不喜欢的这个不希望当选的候选人 不好意思 你格下是三十八趴 讲万安也不低啊 三十二趴 那黄珊珊并没有很高 那可能跟他的被期待当选率低有关 所以在请你答复这个之前 我帮你刺探君旗一下 就是这个蓝营的范卫远先生 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针对疫苗 这件事情 一直来不停的翻搅这个题目 而且还翻搅到了 连政研法师 连慈激基金会都要被这个政治化 连慈激基金会的执行长都要跳出来 那据说是 我看那个标题 政论节目 有些政论节目说 这个要维持陈时中的仇恨值 让蓝营的仇恨值 不要掉下来 是真的吗 老实陈我相信 这个蓝营对阿中部长的仇恨值 已经成形了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因为你看一下包含原本TVS 民调如果有机构 效益说这个不喜欢的超过五成 那如果说这有机构效益的话 那回到放言的民调 其实还是最高是三十八点七 我没看错的话 那讲完是二十一点七 讲完是二十一点七 那我记错了 那当然黄珊三是七点一 那黄珊三就可能大家觉得可能比较边缘一点好 可能他不会去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老实讲过去的疫苗 然后包含到新代选他被市长之后 的确蓝营的策略的确是莫生 都要唤起过去 中部长在当指挥官的时候 对疫苗以及对疫情的一些处施 所以就只有打疫苗这个议题吗 那他当候选人是不是当得太好了 两个月当得太好了 所以你没有其他的题目打 他的证件太好了 他的表现太好了 所以就一直翻舊仗 我讲实在话 打疫苗这个议题 蓝营是有共鸣的 没有错 但我也要必须很诚实的说 单纯的疫苗不足以让其他 自己泡到奖湾去当选 那奖湾还是要提出其他政策 中间选民 但疫苗的确是国人关心 包含刚刚讲到说黄珊三 讲的摩托灰命的事情 我这边其实是我个人疑问 这跟这次没有关系 过去你说那个封存三十年 这个合约的事情 当然你说保存三十年 那我知道跟不同AZ默德 或其他厂商的疫苗 你有签计不同的所谓商业的保密合约 那我真的想知道说 个别的保密的年限 有没有不一样 或许说有人说AZ可能三年 可以公开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好 没关系 我等三年 那类似这样子讨论 老师说在上一次的三十年的讨论 里面他是被漠视的 甚至没人去讨论 这个议题的 那在答复之前 我前请教 我想问蓝莹的学民 你们只是想要用疫苗的混淆的议题 你们有想到疫情吗 曹建成先生说 他很稳 他从第一天开始帮我们打 清零零 每天到零 大家零得高兴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 这个 在这个健康的环境里面 逐渐拿到疫苗之后打疫苗 然后才让疫情开始 进入了尾声阶段 现在就是比较开放 让我们的这个确诊的人数 虽然增加 但他们都不是中症 都是轻症 所以这一波以来 他所做的努力 难道蓝莹的这个观众朋友 那些深蓝的仇恨 那么高的人 你没有看到吗 你没有良心吗 你不会觉得难过吗 仇恨这三个字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对陈时中部长而言 但是他会被这个 那至于疫苗的所有的东西 张委员讲简单一句话 大家就会跟你讲 每一个公司的合约 每一个这个 这个国家政府跟民间 任何一个合约里面 都会有保密条款 连你们家张善政 都有终身保密条款 你为什么不叫张善政 把那个终身保密条款 给我们乒乓一下 好那是题外话 好这个朗东 昨天你是 是后来我们查这个Google发现 他严博文是 这个联电的执行长 而且他在做 慈激基金会的执行长之前 就是联电的执行长 那慈激基金会要这样的执行长 他在中国做生意做 十几年 对不对 因为他从联电 差不多跟曹新城创办时期 他就是联电的人 后来做到执行长 所以他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慈激基金会 要有这种执行长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为什么会他突然接受一个访问 然后联合新闻就写出来 然后风传媒上报就开始写 然后柯文哲就开始骂 这个陈时中 然后就搅起了BNT疫苗的 过去的仇恨 对啊 严博文他本来就是很低调的 突然间讲这个话 背后当然是有安排 不管是他本人或是职绩 是一个设计好的剧本 首先也要先勉励一下中部长 不要太沉重 因为就表示你快要当选 他们才要出这些来弄你了 所以说这整体来讲 不要让他太松懈了 对啊 就是说其实你的整个生日 在上升的时候 这个蓝白阵营才要联合慈激 在做这一出 严博文他不是柯文哲 他不会为了草生 那样在那边乱骂人 他出来去讲这些话 跟慈激立场本身来讲 根本就是一伙的一致的 只是他骂完了之后 就躲在那边不讲话 然后就好像有人打人了之后的话 还假装是路人 你叫救护车 救护车来之后 来旁边继续说 慈悲为怀 慈悲为怀 好像这些事情都跟他们无关一样 非常荒谬的事情 扣起刚刚点到重点 其实中国对于宗教的破坏 是完全不遗余力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 从二零一九年到现在 中国有几百个这个教堂 一个个都被拆除了 他根本不让你宗教 在共产党的地方存在 更不要说长年以来 对于那些法轮功人士的一个迫害 他破坏是怎么样 直接鼓励儿童说 你亲人如果信任了宗教的话 直接举报他 就会有公安 会有武警 到你家去抓人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控制的 为什么他们不要宗教 很简单 因为宗教他是有组织的 你相信宗教之后 你就会跟共产党距离拉远 这个组织随时一反转之后 就会变成反共的一个组织 所以法轮功被那个驱逐出境 所以被迫害的很惨 这就是中国是根本是无神论者 好 那个无神论的一个 一党专正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慈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 境外进去去申请全国基金会的一个组织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个特权 其实这非常多报道就有说 中国国台办来台参访的时候 每次都去拜访这个慈濟 这个案例真的太多 我就举几个来看 例如说这边有讲到说二零一一年的时候 贵州那时候国台办那时候来参访的 这个时候就说国台办只是要参访佛教的慈濟团体 因为慈濟在贵州的话呢 有什么关怀 贫困 辅助学童等等 二零一二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的县委统战部在通山县这边 也对慈濟的志工表示热烈的这个欢迎 这个统战部的角色很重要 包含了他们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室 中央办 他也说慈濟是展现两岸一家庭 就克文哲商挂在嘴边的一个地方 直接是国台办跟中央办一起的去点名 也包括说二零一六年的时候沈阳是统战部副部长 直接就去内湖 去就是在台北市的时候 去大爱感恩科技 他们旗下的一个公司 然后去那边参访 然后也包括说这边有一个统战部的办公厅 吴国生去慈濟考察二零一八 来这边去看看慈濟 他到底在苏州那边这个做的怎么样 那还没完 二零一二一年的时候又说慈濟 去他们的安阳那边去救灾等等 那我就问全中国这么大 难道他们自己不会去汇集这些善款吗 为什么他要独厚慈濟这个组织 很简单 因为慈濟他完全确实现了中国 以宗教触统的一个目标 他从台湾人身上以善款的名义 台湾人捐钱 钱到了中国去 到哪里不知道 什么分别不知道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你捐了这份钱 你产生了一种付出 你产生了一份情感 好像说我们照顾的中国人民一样 这就是中国要的 他希望创生这种错觉 我就问慈濟他敢不敢去签这个 不投降承诺书 还是说哪一天中国发动侵略的这个时候 这些慈濟的志工每个人都走上街头说 我们慈悲为怀 我们大家就去气息的投降 大家就不要抵抗了 所以我认为说 台湾人真的要清醒一点 为什么一个好像是单纯作战士 捐赠疫苗的一个团体 他们这个执行长 竟然在一个选战的一个关键时刻 做出一个可能会影响选战的一个发言 他们在中国独厚的程度要怎么样 在慈濟他们自己说的说 正言上人的一个书者里面 武汉市的统战部的王献良 副部长 他直接把个人电话留给慈濟人 只要慈濟有需要 可以随时找他 慈濟的地位比国民党还高 国民党都不一定可以直接打给统战部 国民党跟庆宗那么久 这也是要检讨一下 慈濟比你跟庆庆宗 更跟中国站在一起 所以你就不要说什么 这个都是这个宗教 我们在诋毁宗教干嘛 我们看到宗教是说 为什么大家一开始对慈濟 有一个负面的印象 因为大家说捐一百万可以当榮董 捐的钱多你的地位就高 宗教的地位不是买来的 是你的心意你的前程 你对于点击你的学问 才让你成为宗教方面的领袖跟干部 而不是说今天我钱捐的多 我在里面地位就高 声音就大 这完全就本末倒置了 你不是应该要视金钱于糞土吗 金钱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群 让那些最痛苦的这个人 可以获得照顾 而不是说里面这边人 哇 这边玩了金钱游戏 然后到时候的话 钱谁钱最多 这个地位就高 更不要说内湖保护区这个 从一九九七年 一直到二零一五年才放弃 过程中在地居民多少声音 社运的团体的抗争 媒体人的这个发声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民意 他才使得一个 有可能让内湖这地方 严重淹水的一个案子 慈激才默默憋止就停掉 可是中间之后 当时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这样 我们的政论节目里面 我自己参与政论节目 而且参与两个政论节目 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然后后来他们放弃了 对不对 慈激终于放弃到 开发内湖的那块地 而呢各位 慈激还有一个对我们的弱势 您做过卫福部长 这个或者这些讯息 你没有听过了 那部长 慈激他在内湖 有个很大的资源回收的中心 然后他把那个 由于他很强势 他有非常多的人 所以呢 他的资源回收已经 资源回收是赚钱的 你知道吗 他们的大爱电视台 靠的就是资源回收的 那个赚来的钱 因为他们这个太庞大的 这个组织 所以一般的资源回收的 我们拿 就跟唐北部 这个或者是 剪破烂的那些 我讲白话 就是我们的平民老百姓 这些人 他们就被排挤 你知道吗 我说到非常多的 陈情书 更别讲 我们趁今天 你严博文自己要跳出来 挨骂 你慈激基金会的执行长 自己要 出来讲一个 不是真实的话 自己说谎 然后来搅动 选情 所以你当然应该接受 那个检讨了 大爱电视台 曾经电视剧播出 因为国台办有意见 下架停播 然后这些事情在台湾 不能讨论吗 当然可以讨论 我们的观众的回应 表示我们观众朋友 是理性的 我们观众朋友 是冷静的 我们观众朋友 不会被造神话的 特殊的宗教 这个操弄 给愚弄的 今天我仍然 今天我们虽然访问 陈时中部长 我知道他不能 他不能对这件事情 太多他的情绪性的反应 可是他刚才已经说了 对于对手 找这个疫苗的麻烦 然后在那边 家租于的愚家之罪 何况无辞的到了 什么连那个谋财害命 贪污都讲出来了 他觉得心冷 人家当然会心冷 可是如果台湾这个社会 让这些假圣人 让这些假宗教团体 表面上不介入政治 私底下搅动政治 而且还成为带动风向的人 我们难道不批判吗 这个严博文需要辞职吧 昨天慈濟发了一个声明 最可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那个声明呢 最后还说 希望疫苗早日开打 我昨天有笑过 那个是旧文吗 那是旧的声明吗 他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声明吗 很多人说是因为我批评他 所以他早上又发了一个声明 什么慈悲为怀 慈悲为怀的人会出来打枪人家 那个参与选举的人 慈悲为怀的人会去讲谎话 打匡语吗 不要用这种宗教来欺骗人 来因人利用这个慈激基金会 这件事情 操弄这个 后来接下来是谁搞 不是柯文哲吗 我们把柯文哲放进来给大家看 柯文哲曾经多少次说 他最恨那个陈时中的就是 他为了高端挡BNT 刚才部长也讲了 我们来看柯文哲 在这一波里面 他的角色就是随着严博文起舞 市长您最讨厌陈时中对吧 不是讨厌 应该叫做不欣赏 不欣赏 你为什么不欣赏他 他挡那个BNT疫苗 那件事情让我很火大 如果陈时中当选 你的心情会怎样 交接给你 万一他当选你交接给他用印 内政部长来来交接 那你的心情会怎样 不会啊 我不会让他发生 我认为啦 你们如果要赚钱 高端什么要赚钱 没关系 谋财就好了 但是你不进疫苗 这叫害命 你如果一个政府是 只是谋财 你自己贪污就算了 你如果害到人命的话 这是不可原谅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这 所以去年我还记得 我写脸书的时候 我说如果有人这样子做 他真的必遭天前 你看你刚才心冷了 我们再播给你看 你又心冰冻了 没有啦 就是说这事情就讲完了 那我刚才把事情也讲清楚了 只是你问我 我的心情如何 对不对 我没有想到 我知道一定会被攻击嘛 就选举的时候各种议题 但我没有想到会被讲到这样子了 所以我说被讲到这样 我倒觉得有点心冷 就是这样而已 你有害到命吗 你叫他举出名字来 我刚才也讲过 就是说我们的到五月底的超额死亡 我们是负八 在全世界 我们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成绩 朱立伦说你踩着什么一万具尸体 什么在选举 这最早是陈陈水扁讲的 大概都有吧 从最早要枪毙我的人 就开始在讲这个事情 那不过就是当然 我们当然有损伤 但我们都心痛 我们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可是有时候这疾病 就是很残酷的 我们尽量让他少 尽量让规模变小 那只能做一个国际的比较 当然不是国际比较就代表一切 但是国际比较 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排名的 前面的情况下 你把它说得如此不堪 坦白讲我觉得那样也不对了 这对指挥团队 指挥中心的团队 其实是不公平的 不只是对你那个人 就是选举的时候 攻击陈时中这个候选人 可是他等于把中华民国的指挥 整个中心的体系 都全部给人家这个栽造抹黑 对不对 那这一点你也连累了 你的以前的同事 他们有跟你抱怨过吗 不会不会 我们以前的同事说老师 大家都是一条心 因为大家在一起处理事情久了 讨论事情久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方向目标是什么 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有人说我是地下卫生福利部长 我想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们跟我们同事 其实我们都已经就已经是一条心 基本的信念就是我们是卫生福利部 我们就照顾人的健康 以人的健康照顾为本 这样发展我们的政策 那这样就对了 好 这个选举呢 两个月经过震撼之后 接下来选举是在比政界呢 还是比人格特质 我想这两个都免不了 这两个都免不了 这样对人还是一个相当的一个历练 可是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让人家喜欢 我们看过这个选举很多嘛 像以前在菲律宾 有这样的总统候选 那川普刚出来的时候 也非常special 个人人都有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在选举 那种的一个个性或表现 才会胜出 其实霸霸旧 我们看就知道 都有 学民的口味各有不同 那我觉得 你的特色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想清楚之后 我们就不应该去过度 想要去迎合选民 不怒而威之外 而是自己要做自己 做自己 那你做自己 这个自己能够让选民能够认同 你做事情比较孤孤等等 不是说你做一个选举 让大家喜欢 然后因而选上 那你没有办法做自己 坦白讲 你也没做孤孤等等 所以你到现在都是做你自己 对 我是想通了要做自己 就是以前 很久以前我们在帮人家竞选 我们团队里面最喜欢讲的 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选民 那对自己讲 都能够做自己灵魂的主人